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 有一天 隔壁班的班草送了我一大树花 放在我的桌子上 我一想 那放我桌上了肯定是送给我的呀 结果她竟然当着全班所有人的面来了去 毕晓然 做我女朋友吧 所有人哇哇哇哇使劲一下 我都要钻地缝里了 这没什么呀 像你们这种备受瞩目的天之骄子 肯定不会明白 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收到花 结果还闹了个大乌龙 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被同学嘲笑了整整三年 那个该死的秦爱妃她笑得最大声 每次都是带头提这个事 因为她拍了视频 威胁我 做证据 所以我说那是把柄吗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自作多情 特别丢人 不觉得 撒谎 你刚才明明都笑了 我都看见了 从小到大 我都活在我姐姐的光环下 她光芒万丈 可别人 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 太阳是光 烛火也是光 没人追捧不代表没有价值 你在我眼里面 你有自己的个性 自己的特点 你就是独一无二的蒋莉莉 蓝正义 你真是个好人 你真是什么 我都想到她 你真是个好人 也真是个好人 你真是个好人